沙漠基金會 新北市東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 位於繫紙區 治理於新住民來到台灣後的適應與融合問題 在生活上其實會在各個層面都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那也是因為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就是成立了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 那現在目前所在地的這個地方是在繫紙 那它成立這個辦公室 它有一個另外一個看見 就是我們注意到新北市它的資源其實分配不均 大部分都比較集中在市中心 就是在板橋那個區域 那其實在新北市的其他比較偏鄉的區域 它的資源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當時才會在民國100年成立的這個辦公室 那希望可以把資源可以從繫紙 然後慢慢往外再去擴大 包括像是瑞芳、平西這些比較偏鄉的區域 服務中心的服務項目有 電話諮詢、舒服及舒壓課程 除了服務大人以外 小孩子也是服務對象之一 那電話諮詢就是針對一些他可能生活上遇到困難 然後不知道求助 他可以先打電話來跟我們詢問 那我們跟他接觸上之後 我們會去評估他的狀況 如果他的問題比較多元一點的話 那我們後續就會開案 然後就是會做個案的服務 比較長期性的這樣子一個支持跟陪伴 那除了個案這樣子的服務之外 我們平常也會辦很多的一些相關的服務 那包括像是那個新住民姐妹 他的舒壓支持團體 然後親子家庭活動 然後也有針對新住民二代 我們有辦理像一些暑期生活補導營 這樣子的一些服務 那就是除了服務大人之外 包括孩子也是我們服務的對象之一 在服務中心的努力下 許多新住民姐妹們 不只受到物質上的幫助 心裡的自信也重建了起來 多數的姐妹在初期來到台灣 就像我剛剛講 她沒有親人沒有朋友 然後很多時候 她對自己是缺乏信心的 因為她會覺得她不會講中文 好像不會講中文 看不懂中文字 就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懂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就是好像什麼都不會 對 那所以在這部分 他們其實初期是很沒有自信的 那但是開始跟我們中心接觸之後 我覺得他們開始慢慢發現到 中文這個東西要慢慢去學 因為我們會去鼓勵他們 而且我們會很耐心的去聽 就雖然他們中文一開始 可能沒有辦法講得很好 可是他會知道有人 是願意等他的 然後願意聽他說的 新住民有許多的困難 我們無法想像 但他們有意想不到的任性 是一群非常真 非常有生命力的女性 是一群非常真